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随着5G的发展,行动网络的压力迅速增大。 扩展现实,XR用力等新兴5G高级应用也将加剧本已蓬勃发展的流量增长, 从而增加对下行链路和上行链路网络的需求。 高效的频谱使用和智慧是提高网络容量,降低拥有成本和自动化手动任务的关键。 爱立信近日发表了RAM Compute产品组合的最新一代处理器,是由英特尔完成, 即可以帮助电信营运商CSP实现目前与未来无线接取技术的演技。 爱立信称,这些最先进的RAM Compute产品采用爱立信晶片Ericsson Silicon, 专为满足5G Advanced的网络需求与增强型人工智慧AI的算法而打造。 爱立信息一代的RAM Compute产品组合包含四款产品, 分为高容量RAM Processor 6672和Radio Processor 6372, 以及标准容量选项RAM Processor 6655和Radio Processor 6355, 并提供室内型和室外型两种产品形态,满足不同基站需求。 新的RAM运算产品也是为OpenRAM部署准备的硬体。 其中,两款大容量的RAM Processor 6672和Radio Processor 6372, 相较于上一代产品容量提升了四倍。 单台设备可支持多达六种4G和5G配置模式。 此外,爱立信还发表了速度达到4.8Tbit每秒的新型高速通信器。 目前,先进的5G市场通常在数据机中使用三至四种配置模式。 这次他们宣布的产品带来的额外模式将允许CSP在一块RAM计算板上同时运行更多技术, 包括5G十分双公、TDD、大规模、MEMO、4G和5G评分双公、FDD等, 并具有多种模式,已被将来秩序。 在RAM软体方面,爱立信还将推出两项新功能, 自动再拨聚合和再拨聚合数据引导, 以优化频谱利用率并大幅降低营运成本。 Telstra集团全球网络与技术主管Nikos Katynakis表示, Telstra和爱立信在开发部署多层5G网络的创新技术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 新的自动再拨聚合功能将通过自动配置再拨聚合的最佳频段, 来帮助提高5G网络的营运效率和效能。 爱立信RAM Compute产品负责人Michael Bagley表示, 全新增强型RAM Compute产品组合在设计时充分考虑了爱立信客户现在和未来的需求, 通过将来对OpenRAM构架的支持, 既满足了客户最大程度利用频谱的需求, 也满足了其打造面向未来的网络的愿望。 这些产品在注重创新和节能的同时, 减少了占面积和总体拥有成本, 造就了可靠、灵活的强大软硬体无线系统。 爱立信此次还发表了两款新的高容量节能路由器, 它们已添加到Router 6000系列中, 包括Router 6678和Router 6671都内置了人工智慧分析和自动化智慧, 可以通过爱立信最新推出的传输自动化控制器来利用。 爱立信路由器产品组合的这些增强功能, 满足了新的RAN运算产品组合, 为分布式和集中式RAN部署引入的新要求和功能。 Ondia行动基础设施首席分析师Rami Pascal表示, 构建和部署行动网络是一项日益复杂的任务。 爱立信最新一代的RAN运算处理器, 在单元容量、混合模式功能和单个机架单元的能源占用方面, 是他们建过的最先进的处理器之一。 新产品支持未来网络的高级运算, 重点关注5G高级和增强型人工智慧算法, 并将满足前瞻幸福提供商的需求。 随着行业致力于扩大5G覆盖范围, 并为网络做好应对上行链路需求激增的准备, 重要的是要牢记其净铃目标。 爱立信致力于为未来的高效能、开放和可持续网络开发解决方案, 为无线连接铺平道路, 推出这一最新的RAN运算产品组合是爱立信承诺的一部分。 爱立信晶片的, 是最新产品中实现尖端网络处理能力和优势的关键, 它是该公司的片上系统系列, 是爱立信无线电系统的核心。 它建立在定制、灵活和模块化的架构之上, 这使得现有的RAN运算产品组合的功耗比行业基准低30%到60%。 爱立信这次通过与英特尔合作, 作为新一代RAN运算产品的主要合作伙伴, 这些产品采用了原期奈米制成的Intel 4工艺。 而英特尔在12月中旬推出首款采用同样工艺的Meteor Lake处理器。 随后,英特尔也正在准备其下一代Aero Lake系列处理器。 而根据最新曝光的海关曝光讯息表明, 英特尔正在向其全球中心打送下一代Aero Lake行动处理器的预审样品。 按照英特尔公布的CPU路线图, Aero Lake行动处理器将在2024年发表。 根据网友发现的Aero LakeH的发货清单讯息来看, 该款晶片与Meteor Lake有着相同的核心配置, 6个P-Core搭配8个E-Core, 不过功耗设置更高,TDP为45瓦, 而Meteor Lake除了Core9 Ultra信号外, 主要集中于30瓦以下。 Aero LakeH明年将取代第14代酷睿H系列行动处理器, 用于新一代行动游戏平台以及轻量级内容创作的笔电。 Aero LakeH的GPU架构将升级到CLPG Plus架构, 这次资料显示和显为GT2。 而Aero LakeH CPU部分则带来架构, P-Core和E-Core将分别升级至新的LionCore和SkyMount架构, 不过传闻在SoC的LPE Core上仍然会沿用Meteor Lake的CrestMount架构。 运算模块预计将采用Intel 20A工艺制造, 而其他模块将引入第三方代工, 台积电的N3N4N5N6工艺都有可能被采用。 总体来看, 这次爱立信在推出使用Intel 4工艺生产的产品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而且, 这两家科技巨头都在努力提升其运算产品的能力和效能, 并为客户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随着5G网络的发展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展, 可以期待他们未来会有更多令人惊叹的技术创新。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一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